手抖的原因非常多 但如果是巴金森病的话 其实除了手抖 还有一些其他外观也看得出来 对 被媒体封为抗议天王的柯四海 他就是典型的巴金森病的四旗 那说话会不清楚 然后会手抖 然后走路也不协调 可是2021年记者在看到他的时候 状况有好一些 那他的说法是因为经常会运动 那讲到手抖 大家就想到了我们的国宝演员 顾宝明 那他是71岁的时候心肺衰竭过 过去他就曾经是因为手抖得很厉害 但是医生去帮他判定说是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他也因为透过中医针灸 其实恢复得蛮好的 所以不要以为就是巴金森病 因为可能的原因很多 医生如果以你们来看的话 病人走进来 你大概就知道是不是 对 刚刚讲到这个手抖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请病人或患者 去画一些图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区分 他那个手抖的原因这样 那我们如果看这张图 像一般人说我们会请他画一个像蝸牛这样 同心圆这样的一个图 就像左边这个它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看那个距离 每一个这个走的距离都是同等的 一样而且是蛮大的 那我们先自己画一下 然后请患者去帮忙一起画这样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巴金森的患者 因为刚刚有提到巴金森的人 一般说他会手抖 另外的事情就是说他会缓慢 会僵硬 所以他画这个图会小小的 动作非常小 非常小 有时候甚至越 我们其他你画大一点大一点 结果呢 其实他越画越小 就像中间这个图 那一般那个良性战斗症 或者这个所谓的 原发性战斗症的病人 他画的图一样大 只是我们看的就很明显 过程是抖的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说 那个巴金森的患者 只要走进来我们诊间 有时候我们就基本上 很快就会看得出来 这是巴金森的患者 那有几个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呢 我们会发现说 手部的症状 第一个他会手抖 很多巴金森的患者 其实他是以单侧发展为主的 就是说一边会比较严重 一边比较轻微这样 但很厉害的人他两手 所以我们发现说 他手会像这样子 慢慢有点像数钞票 这样的那种战斗的感觉 这个频率大概一秒 可能差不多三到五下左右 像慢慢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请他走路的时候 我发现说他的手脚的 手的摆动的距离 是不太一样的 像这边是比较严重 巴金森这边 他手的摆动的距离 就摆得比较小 幅度比较小 像这个正常 他就摆得比较大这样子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叫他走路的脚的部分 巴金森的人 除了姿势会稍微这样 有点驼背 就像柯次海这样子 有点像驼背 有点像驼背这样子 有点像往前有点驼背 手因为姿势非常僵硬 动作很缓慢 所以他会有点像这样子 有点像这样抖 甚至小小步 叫小碎步 小碎步这样 那因为小碎步 有时候他就突然间变成快碎步 就往前就跌倒了 所以这几个 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有时候问一句话 有时候知道 你觉得他表情 跟以前有没有一样 表情 对 他比较不微笑 不眨眼 比较僵硬 比较扑克脸就对了 很像扑克脸 一般我们眼睛一分钟 可能会眨个人 因为我们滋润眼球 大概可能三到五次不等 巴金森患者 其实一分钟 有时候我们去统计 一下都不眨 真的啊 就是很僵硬就这样子 所以从表情 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巴金森病 他真的是不好治疗 目前是比较麻烦的 有没有办法前期知道 现在国外最新的研究 其实有一些前期的症状 确实是我们现在 也一直在讨论 例如像便秘 嗦觉异常 有些人会有情绪的问题 有一个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研究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做噩梦 做噩梦 其实在英国国家的 这个研究院 他们曾经就 发现了一个状态 他就说 好像有巴金森症症的人 平均有16到17%的人 其实有做噩梦的这个状况 其实回座起来 10个人可能就有一个 因此Lensen里头的 一个临床医学 他们就真的针对这件事情 去做个比较 在大型跟时间很长的研究 他总共捞了3000多个 美国的60几岁的男性 独居男性 总共观察了7年的时间 在这7年里头 其实总共后来有91个人 是最后罹患的巴金森症 他就去讨论说 做噩梦到底跟他 有没有关联性 他们的结论是 每周做大于一次以上的噩梦 你得到巴金森症的风险 会多了两倍 甚至如果你把这个研究 再回缩到 它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五年 来看的话 它的机会是大了三倍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觉得答案 就是说 是不是做噩梦 就直接一定等于 你会得巴金森症症 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3000多人里头 其实也有300多人 是真的就被统计 一直在做噩梦 也不是这300多人 全部都得了巴金森症 这300多人 也只有十几个人 是有得了巴金森症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有关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的观点 现在睡眠障碍 因为很多巴金森症的人 他其实前期会出现一些 便秘 睡眠障碍的问题 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说 根据的这七年 等于在前一段 前五年到十年之间 已经出现了一些 稍微的一些前兆 只是你把它当成是噩梦 而没有发现它 好 是没 你婆婆就是这样 对 因为我婆婆 会做噩梦 她是典型的糖尿病 后来巴金森症病 然后她在其实发病之前 经常做噩梦 而且她做噩梦会大喊大叫 那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关联性 这样听起来 恐怕就是一个前兆 对 他这个是在2022年 就是今年发表 最新最新的研究 那大家觉得好奇 到底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做噩梦 你看到的病人是这样吗 对 其实这个巴金森 我们刚刚提到 大部分官 他的重点都在于 运动方面的症状 比如说像手抖 动作缓慢 僵硬等等 其实目前有很多研究显示 除了这些动作障碍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非动作的症状 那刚刚有讲到这个 非常典型 就是说叫做 这个非快速动眼期 快速动眼期的 这个睡眠障碍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就问患者 诊断半夜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问他 有没有在以前 你的诊鞭人 会不会告诉你说 会有睡梦当中 有大吼大叫 他会叫出来就对了 一般说我们睡眠都是不会 但是他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有提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便秘的问题 那我们教学其实便秘 其实我们很多 肠子的这个 我们说是人的另外一个脑 肠子这个地方 有很多神经元 跟大脑是相通的 那这个肠子的 其实早在发病前的几年前 这些病人 都就有这个便秘的状况 所以回溯起来 问这些半夜的患者 好多人都有便秘的问题 那睡眠便秘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到情绪 忧郁症这样子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睡眠的一个 巴金森的非动作 安安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鼻子不灵光 是 嗅觉不灵病 那说不灵病 我们很常也问病人 很多年前鼻子就不灵光了 那甚至国外有一些 甚至国内 也有一些测试 这个病人的嗅觉的一些 来当作辅助 巴金森诊断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因为大家知道像确诊 有的人会失去嗅觉味觉 就是因为脑部 有一些受损或发炎的状态 或许在那个时候脑部就有问题了 你看在当中告诉大家 非动作性的 其实这些症状更早出现 可能50岁才发病 但他30岁会怎么样 开始出现便秘 开始出现嗅觉异常或不灵敏 可能没有到失去嗅觉 但是不灵敏 40岁 手舞足道的梦 就是梦的时候会喊 会拳打脚踢 这跟我们一般做梦是不一样的 就要特别留意了 那黄医师 现在其实很多的研究 包括刚刚也提到 柯次海他经过运动之后 让他的巴金森病变得比较好 那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包括巴金森病 有在内一些对平衡功能 有障碍的患者 其实都可以借由太极拳 来帮助他的平衡 太极拳 对 因为太极拳 他有助于帮助我们核心启动 让我们稳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大家打太极拳的时候 几乎都会蹲到膝盖痛 对不对 对 跨马步 对 可是其实核心不是蹲出来的 核心是夹出来的 夹出来 对 因为其实许多人 观察他可能自学 所以他其实都只记得要蹲 然后大腿内侧不知道要夹 因为我们真正的核心 其实从骨内侧肌 引发我们的深前线开始 所以大腿要夹 才能引发我们核心启动 观众朋友站起来试试看 你现在大腿夹 你会觉得真的肚子有比较用力 对 没有错 而且肚子也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让他肚子越大的人 走路就会越来越开 因为他内侧的肌群一直在退化 所以说我们都会请患者说 你如果自己有来练太极拳 很好 那你试试看 拿一个小球或者是枕头 但大腿内侧引发你 有微微夹的动作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太用力 微微夹就好了 那这个夹呢 如果你有帕金森氏的病友 那可能我们夹着的时候 动作小 然后再慢慢的去练 起式跟匀手这两个 左右回旋的动作 尤其是帕金森症症的患者 他的方向盘好像坏掉了 然后左右转不太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他夹 然后缓步的 让自己手放在前面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 首先夹着 手慢慢的一个小幅度 左高右低 绕一个半圆 然后再换 右高左低 身体微微的去左右的去转动 那如果动作再大一点的话 就像是太极拳的匀手 再把动作再大一点 好像拿一个镜子 照一下脸 然后放下 再回来 脚部也可以夹着去 往左边做挪动 往左边做挪动 左手高的时候就是往左边移动 右手高的时候就脚缩回来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夹住也比较不容易伤膝盖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慢 因为这些都是动作控制的问题 他比较像是一个人 好像变成突然变新手开车 我们新手开车开 都不知道哪边会撞到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做 他比较难去训练到 我们这个小脑跟神经的控制 所以慢练 他对于动作控制 反而帮助比较大 那如果没有练的过程 他现在看电视 只是脚夹着呢 夹着一个球 有帮助吗 也有帮助 其实等于是把内侧的肌群 把它养成习惯 也会有帮助 如果能够在这个夹的动作 引发更多其他肌群的运动 对于你小脑的训练 会特别的有印象 好 所以打太极 对于巴金森并是有帮助的 那黄医师提供大家 脚用夹的方式 然后动作尽管小小的没关系 开始慢慢训练会越来越好 广告之后来看 这也是一个最新的研究 有一种食材 中药当中常常用到 我们传统一直以来都有用的 它居然对于巴金森并 也有一些所谓 让大家可以变好的情况吗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